有些人以為便秘可以一日解決 其實便秘是一個長期抗爭 因為本身便秘會令自己有惡性循環 排除了賀爾蒙失調等嚴重疾病 要破除便秘循環 坊間流傳的通便按摩究竟行不行 按摩對於這方面有幫助 因為他也是幫忙揉腸 不過有竅門架 要躺在床上按摩 將雙手放在肚臍對落兩邊 盆骨對上位置 輕輕按按大腸 早晚大約每次五分鐘 將雙腳屈起 還幫助肚皮的肌肉收縮 很快便會上去廁所 這個擦下擦下的過程 都幫助腸內的大便遇動 不過更有幫助 其實是一個整個肚皮整體活動 包括我們做set up 包括我們做提腿 甚至乎跳繩 原地跑 因為用自己肚的肌肉去按摩跳腸 其實永遠比用手來按摩跳腸 另一個通便方法 由一張椅子開始 現今大部分人都要坐姿 在腳下面搭一個小椅子 令到兩個膝蓋高於肚皮 其實已經可以幫助排便 不要太高 因為太高的話 屈住會導致人放鬆不到 其實是很難餓的 除了姿勢 便秘亦都有機會和性別有關 譬如以來看醫生在這裡看的話 我想大概五個裏面有一個 都有便秘問題 其中尤其是女性居多 想長遠解決便秘 便要找出背後的原因 除了常見的原因 還有一種是因為腸胃愚動得慢 食極纖維都安不到 有一個30歲的小姐 其實她便秘了很久 會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譬如吃火龍果 譬如喝很多水 但都安不到 到最後 其實我們歸緊究竟看 她是整個腸胃動比較慢 她本身的腸功能比較差 我們的處理方法 也是 真的要幫她定立整個計劃 包括她定期要做運動 包括她排便時 要放小椅子 排便的角度會好些 在吳醫生的便秘病人裡面 大概有三分之一 是腸胃愚動有問題 當中少於一半 要用到藥物 怎知道自己 是否長度功能差 如果腸胃愚動得不好 多數會搬着有其他症狀 例如肚子肌肉 經常都很穿著 自己看著頂著 經常都聽不到自己的腸動 有機會狀扭 反胃很容易會吐出來 食液會很容易飽 有人說服用膽汁酸可以通便 究竟有沒有根據 其實膽汁酸 會令大便有黃色、啡色的色素 膽汁酸過多 會導致一個人逃痾 典型就是 譬如切了膽的病人 他的膽汁酸 不能在膽裡存著 不能停留 直接在肝流的腸 多了膽汁酸在腸上 會逃痾 反過來 不夠膽汁酸的病人 原來佔很少 肝膽有嚴重的病 才會發生 那類病人 他補充了膽汁酸 應該是真的可以幫助排便 不過 日常生活之中 真的由於這件事 是導致腸器便秘的人 不是很多 純粹膽汁酸 單丁一件事 來補充幫助排便 這是我很建議的 很棒 활 Holly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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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